OK 大家好 欢迎回来牛小咖 今天我们讲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讲奶泡的薄厚 对咖啡拉花成型的影响 今天我们来做几个咖啡拉花的图形 我们分别用薄奶泡 厚奶泡 分别制作相同的咖啡拉花 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 用薄奶泡和厚奶泡制作的咖啡拉花的成型 有什么不一样 好 接下来我来做一个新型的拉花 首先我要用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它是180毫升 所以说我用190克的牛奶 190克的牛奶在这个拉花缸里边 它刚好是5分满的样子 然后我打发到6.5分满 这样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薄的奶泡 我们来看一下新型拉花成型的一个效果 我先来萃取浓缩 同时我来打奶泡6.5分满 这是一个6.5分满的一个奶泡 是相对来说非常薄的一个奶泡了 然后呢我这会我倒一下钢 哇 大家可以看这是有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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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纹路的 这是一个薄的奶泡呈现拉花的一个效果 薄奶泡的这个线条的包裹性是非常好的 好 大家可以看这一次的奶泡的厚度比较厚 在8分满的样子 这个时候呢我来倒一下钢 开始制作拉花 后奶泡的拉花呢大家可以看 它的线条的流动性弱一点 然后线条的包裹性没有那么流畅 它最后呢是会呈现一个白色的圆圆的一个新型的 那喝起来对比的话呢 薄奶泡的浓度要比后奶泡的咖啡的浓度要低一些 因为薄奶泡的这杯咖啡奶泡少 所以说牛奶就多一些 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做一个树叶的拉花的对比 那先用薄的奶泡来制作 这个树叶的线条呢它是可以包裹起来的 它的树叶的这个耳朵包裹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这个黄金圈保留的也非常完整 树叶的每一个线条呢都非常的清晰 明显能感觉出来呢厚的奶泡制作拉花的时候呢 它的流动性稍微差一点 好 最后呢我们再做一个浴金箱的图形的对比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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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一个薄奶泡的一个浴金箱 大家可以看它的每一层的包裹都是非常的清晰的 而且它的黄金圈也很漂亮 我们下期再见 流动性没有薄的奶泡流动性高 它的整个图案的成型的包裹 以及层次感没有薄的奶泡呢 它成型的这个层次感好 整体的图案会偏小一些 整体的图案会偏小一些 看来这期节目大家有没有什么收获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回复留言 我会选择一些比较好的留言 进行置顶回复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